穿着橘色或是黄色巡手队制服的 各邻里守望相助队 在里长的带领之下 展现熊啾啾的精神 气势十足的走上台 接受新北市长朱立伦班正奖牌 肯定他们的付出 在社区邻里担任其警察的前锋部队 守护社区治安 我们新北市这五百六十几队的巡手队当中 你看有一万两千多位的队员 让每一位在平日都能够来服务我们的乡亲 那更重要的件事情 大家都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我也非常感佩我们很多巡手队员 今年我们又得到特优的巡手队 去年的得到特优的 这个都靠我们团队共同来努力的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来指导 我想我们重庆里会进步再进步 会有一个很好的优质重庆 我谢谢我们民族里所有的巡手队的干部及队员 每一年的辛苦都是会受到所有的长官的肯定 然后让民族里的治安是很平安平顺 那所有乡亲能在一个安全平安的夜晚都度过 很开心我们热力离巡手队能够得到优等奖 非常感谢我们巡手队大家的共同努力 那也广感谢我们广播出所 对我们有邪情有破获案件也帮我们通报 那等等在我们这次比赛都有加分的功效 今年也是我们应该去我们永昌里 连续两年都得到我们的治安加等 尤其是去年我们在参加那个治安社区的评评的话 我们应该去永昌里也荣获第一名的殊荣 但是在此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巡手队的弟兄 不辞辛劳来为我们里来服务 这一群守护在社区最前线的守望降助队 是无几职的任务 担任其守护社区的局域天使 有些都超过五年的时间 只为了无私奉献的理由 要让社区的居民都能够有最安全的生活空间 守望降助队它本身对于社区的贡献非常大 然后它虽然说是今年的义务的付出 但是它们的付出的同时也得到回报 我们里内的乡亲们也对于我们守望降助队 也觉得是说对于他们的奉献也很感激 然后它基于他们对于社区的热爱跟付出 然后改造去改变我们这个社区 尽了相当大的功效 你要面面要聚到 所以有很多的时间赏 你也是要去拿捏好 然后情务赏你要分配好 最主要是队员 队员也是要配合你 辛苦的也是队员 所以许首队是很辛苦的 现在所谓的守望降助并不是只有在巡邏而已 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老年家或临时发生状况 其实我们就要达到守望降助的 就像以前像那个 但古早的一样 其实我们达到这种守望降助的话 就可以进一步的在警察还没到达之前 我们做好一些预防 甚至于先帮他做好实现一些规发工作 当然我们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得奖 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我们所有选手队员 大家一起的努力 新北市总计设立了597队守望相助选手队 可以说是全年无休 也是社区里最有力量的一群人 谢谢这一群局一天使的无私奉献 能够给我们居住的环境 带来更多无形的保护力量 中家新闻的六六樊刚板桥报道